修仙大学的奇幻日常,无情学长的批插之旅 第一章,报道与穿越 黎若兰,一位刚进大学的新生,走进校园时,心中充满了对未来四年大学生活的期待 他刚拿到行李证准备去报道处,忽然一阵眩晕袭来 眼前的景象瞬间扭曲,仿佛世界被揉搓进了一个奇妙的漩涡中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并不再熟悉的现实世界 这是哪里?黎若兰四周打量,只见自己站在一座意识般的校园里 头顶是悬浮着的巨大山巒,天空中有学生遇见飞行 操场上则是学生们鄙视剑法,控火,训兽,四周充满了灵气波动 他望向手中的入学通知书,赫然印着修仙大学四个大字 灵气复苏时代 修仙 我这是穿越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的通知书,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上 而他还是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 第二章,校园初探语奇怪的室友 刚进宿舍,黎若兰立刻发现修仙大学的生活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的第一个室友叫陈晓叶,是一名食修 他每天热衷于制作各种奇怪的零食,不是黑乎乎的糕点就是像便一般的水果粥 这是我们修仙大学生特制的宝宝腐食,营养丰富,非常适合提升灵气 陈晓叶自豪地端出一碗黑漆漆的汤壶 黎若兰看着这碗像是从炼丹炉里露出来的黑暗料理,尴尬地笑了笑 我还是在等等,饿了再吃吧 另一位室友张云是一名扶修,平时热衷于画符咒 他的桌上到处都是平安符,火灵符和桃花符 甚至还兼职做3D建模和插画 他不时会在宿舍群里发消息,现货掉落 各类符咒可供选择,还接股丰厚图插画,买符附赠护身符哦 最奇葩的当属他们的剑修同学李健,他总是热衷于约人打架 演唱五约了周末,谁来对战 他会在早晨吃饭时大声问道 修仙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混乱与荒诞 而黎若兰只能在这个奇异的世界里,学着适应新的日常 第三章,宿舍的爆米花与夜半哭诉 某天夜里,宿舍楼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仿佛整栋楼都在震动 这是什么? 黎若兰下得从床上坐起来,猛地冲出宿舍 结果看到对门的丹修学姐正拎着一锅黑乎乎的爆米花出来 对不起啊,我只是试试用灵火炼丹的手法来做爆米花 没想到火候没掌握好,学姐挠头尴尬地笑着 正当黎若兰无奈地回到宿舍时,楼到天花板忽然传来哭声 她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名兽修学姐挂在天花板上哭泣着 我授语六集都过了,英语四集为什么就是不过 学姐一边哭一边拍着天花板 黎若兰无奈地叹了口气,心里嘀咕 这些修仙大学生真是一个比一个奇葩 第四章,无情道学长的邀约 修仙大学里有一位极其出名的高领之花,顾凌峰 无情道的天才学长 她不仅长得俊美,还是一个修炼无情道的天才 据说她是近六十年来唯一一个有望毕业的无情道弟子 黎若兰刚入学时,学姐就严肃叮嘱她 看见那个学长了吗? 她可是无情道的独描描 如果有人敢影响她的修行,绝对会被全校师身谴责 黎若兰点头记住,心想这位学长一定是冷若冰霜 无法接近的存在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顾凌峰竟然主动找她接触 最初她只是偶尔点头打个招呼 但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 黎若兰,这周末有空吗? 顾凌峰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问她 恶学长有什么事吗? 黎若兰有点受宠若惊的问 想和你一起看场电影 顾凌峰简单的说 黎若兰瞬间实话 脑子里只剩下学姐那句无情道的学长绝不能被带歪 的话回想 她心想,坏了,学长的无情道休批差了 第五章,修仙大学的怪诞生活 在修仙大学的日子里 黎若兰逐渐适应了这个奇异的世界 她跟随学长学会了预见飞行 虽然她一开始总是超速,被校园的灵力交紧罚款 但她还是慢慢掌握了技巧 她在各种奇葩的课堂中学习,包括如何用灵气煮饭 如何用灵兽做实验 她甚至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讨伐后山灵猴行动 与一群受修同学一起讨伐那些总是偷吃要修作业的灵猴 她还接触了扶修,单修,剑修等各类同学 了解到每一个修士的生活都各有不同 无论是受修对灵兽的情感依赖 还是扶修们对灵力符咒的热衷 这些人各自有着独特的修行之道 修仙大学的课程和活动千奇百怪 但黎若兰也开始慢慢融入了这个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茫然失措的穿越者 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修士 第六章,学长的无情道批插了吗? 顾凌峰的邀约越来越频繁 从看电影到一起修炼,再到一起去吃饭 黎若兰开始怀疑,这位无情道学长的无情到底还剩多少 她尝试着提起话题,学长,你不是修无情道的吗? 这样频繁接触人间情感,会不会影响修行? 顾凌峰沉默了一会儿,淡然地回答 无情道并非断绝情感,而是以情化无 与其排斥,不如直面情感,这样才能更进一步 黎若兰对此半信半疑 但她也隐隐感觉到,学长似乎在修行无情道的过程中 遇到了某种瓶颈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她会频繁接触它的原因 学长,无情道真的不能被带歪吗? 她忍不住小声问道 顾凌峰但笑着看着她,不会的,除非,她顿了顿 除非遇到让我情根深重的人 黎若兰顿时红了脸,心里想着,坏了 学长的无情道真的要劈差了 第七章,修仙与日常的融合 在这个灵气复苏的平行时空,黎若兰经历了从现实世界到修仙世界的过渡 她发现无论在哪个世界,学习和生活都有其共通点 修仙虽然艰难,但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乐趣 学长的无情道,学姐的扶修室友,丹修的爆米花和灵猴的讨伐战 都让她对这个奇异的世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她开始享受这段奇异的修仙大学生活 并且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使命与未来